求大娘子给条活路 你别怕 我也不会吃的你 若是主君真喜欢你 我还能拦着不成 不 不 不 我没有那个心 实在是亲大娘子 是她比我这么做的 我不想 可是我要怕 我要怕 怕 怕什么 我怕她赶我走 那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想离开这儿 我想带着我的母亲赖妈妈 妹妹如月 一同离开汴京 回齐州老家度日 求大娘子替我拿回生气来 你倒是想得清楚 诺诺有一条活路 谁愿闯死门 求大娘子开恩 你们真是心大呀 怎么见得 我就能为你拿生气呢 大娘子 我们三个原是隔壁儿的老人 只要我们三个走了 那剩下的也都是一盘散沙 不管是大娘子驱赶也好 还是酌情流用也罢 横树都不会再有什么风浪了 这对我们一家固然是好的 对大娘子也是好的呀 若是你早这么机灵 哪儿还会有这么多事呢 有时候不闯一闯 有时候不闯一闯 真不知道哪一处是生门 哪一处是死的 大娘子 我们一家三口 实在是命都握在别人手里 逼不得已的 求大娘子开恩 容敬 行啦 你们去吧 谢大娘子 大娘 嗯 嗯 背腿肉也好吃 嗯 拿拿拿 你快尝尝 嗯 这三个一走 家里头算是干净了 我总算能腾出手来 去把家里的庄子寻了 哦 还有赏息下来的黄庄 整治了几个刁钻的老妈子 又打发了两个美艳子 这一回合娘子大活全胜 寻庄子的事 你什么时候高兴再去就行 你怎么会这样 若不是有官人在背后给我撑腰 我就是记个胆子 我也不敢这么干呀 这功劳嘛 还是算乖人的 小滑头 你就是个小滑头 你想把我哄得舒舒服服的 好让我替你去做那个恶人 帮你去咬他的生气 那 那就我去吧 我跟你开玩笑了 你怎么就当真了呢 我去 一会儿吃完我就去了 也不必勉强 再多等几日吧 若是他们还不把人送过来 再去也不迟 不 我一会儿就去 我这儿就去 我呀就 就特别想看我那个继母 着急上火 却又奈何不得我的样子 不过我已经 我已经等不及了 那 那就你去 姜泽 我把你娶过来 就是为了让你享福的 你要是觉得家里事儿太多 你尽管丢给我 我就想看到你 像刚才吃肘子那样自由自在 不管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答应你 我是个鲁子 也不能完全猜得到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得跟我说啊 怎么忽然这么说 我说话算话 言出必须 信不信 我信你 真的 真的 主君 石头家里人来了 说要紧的是要禀报 是在水岸上 运上他们母子两个 我是越看 越向您给我们的画像 我寻思着 让他们先住下来 让我汉子回来报信的 可也不知怎么呢 被他看出了破绽 趁他上岸的时候 带着娃娃跑了 我汉子立刻下去追 可转了个道 就不见了踪迹了 夏子如再有踪迹 一定要再三小心 哪怕这七八大 还不能回起来 以后就捆了到场 是 白兄弟 这次的事 也没能给你办好 实在是对不住啊 也不是 这个女人实在是狡猾 她比最厉害的男人还要狠 我都知道伤口 你们也是投手机器 也怕伤着她身边的孩子 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眼里的沙子摘一干净啊 这账目也清楚多了 今晚我能睡个安稳觉了 之前 大家都觉得姑娘嫁到顾家 要有多凶险呢 瞧着姑爷裤着姑娘的样子 我就放心了 老太太也就放心了 这天下没有谁是谁的靠山 她是个好人 又顾惜着我 这就很好了 不过 凡事 最好也不要太指望人 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 实在要指望 也不能太多 太深 指望越多 难免会有些失望 失望一多就生怨对 怨对一生 仇恨就起 这日子就难过了 大娘子不像是在说官人 倒是像在说东家 就是要把官人当成东家呀 要静静夜夜些 有今是新婚 将军自然会有些新鲜 可是这日子 也不是只有这几个月 未来还有几十年要过 总是指望她 她也会有一天 陷单子重的 是有什么事吗 早帮的兄弟 发现了嫦儿母子的痕迹 可惜跟丢了 不妨事 既然有踪迹可循 曹邦路自广 总是能找到的 若再是有消息 我可能得撇下这边 亲自过去看看 应该的 到时候我给你收拾行装 再替你去一清换 烧烧香 摆个神仙 好 你刚才说寻庄子的事 其实 那上边一年 也出不了多少业子 不必太上心 别累着自家 怎么能不上心 总母叮嘱过我 家里的产业 要时常查问 以防管庄子的那些庄头 欺上难下 欺男罢女 这些庄头 都要是弄出人命来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么要紧 要不我告个价 陪你同去吧 不用 你就安心地 在军营练兵 留几个得力的军事 给我就行了 那些管庄子的 又不是打家结社的强盗 够用了 我若撇下这边 独自一人去找昌尔 你不会不高兴吧 之前常嬷嬷也问过我 我实在是不知道 为什么不高兴 我都觉得 若是有下辈子 我都想做你的孩子了 我想起来了 去人里 真是我上辈子 上上辈子就寻明日水火 才寄下的福德呀